今天六个节目说约会三人恨 周不时有些网友问我 有些女孩要带个朋友出来 那怎么刷呢?怎么处理呢? 新鲜滚热烈 今天我刚刚准备回家 刚刚才完结了约会 约会就是三人恨 那就是三人恨的过程是怎样呢? 或者是怎样认识这两个女孩呢? 今天一五一十整个过程 告诉大家或者我怎样处理 有些责任 因为在公园里录的 一路走一路录 其实可以说是一个适人途径 给大家听一下 但是呢 就没有一个 我之前说 没有一个 就是我见过的适人途径是完美的 没有的 没有的 只不过是多一个机会 就是大家要有一个这样的信心 或者概念 那很久之前已经知道了 但是没有实力去玩 就是meet up 就是有些朋友或者是网友都玩过的 meet up meet up和speed dating其实很相似 不过他的活动就有些少少不同 他介乎speed dating和认识朋友之间 他就没有speed dating那种目的性 但是呢 就是呢 就会多了一份轻一点的 会轻一点的 那些人都会去得去 男女都好都会轻一点的 那变相呢 可能会令到你那个 效率会低了的 为什麽呢 就是因为 可能男的就不主动 女的就黑够面 都没有打算认识人 会有这样的现象 meet up 但都没问题的 其实都是人来的 照样抄牌 照样认识人的 那我暂时去过一次而已 就是那一次呢 就约了今天那个set 那两个女孩来的 那 话说啦 那去再一个party 那party 就 呃 不是贵的 我就是看中了它不是贵 那 一百四十五元 划算啦 真是划算啦 玩三个小时 在一间酒吧 有杯饮 这样吧 那我会告诉大家 去一杯饮饮 一杯饮饮 你去一间酒吧的公价 是多少钱 大概七十 到九十 甚至一百 我叫我点白酒 那 你怎么喝一杯白酒 为什么点白酒 也有原因 其实我比较多喝红酒 但是红酒会染到 牙蜜红色 那 就是 社会主义 party 不好看的 改喝白酒 那你就没有了那个牙齿红色的问题 但仍然是,虽然不同的红酒和白酒喝出来的感觉 但起码都会有少少醉意,令自己冷静一点 那个原理是令自己冷静一点 那个面部表情没有那么绷紧 也有帮助的,我觉得我就会点一杯白酒 去到九男九女,连着我 进去,其实就已经见到两个女孩了 即是我认识了那两个女孩 即今天约会的那两个女孩 那两个女孩都是中女 整个场都是中女中老 其实没什么问题,都知道的 他都写明的,那个群组是不知80后 即70后的一个群组来的 年纪大一点很正常 跟我玩SPEED HATING差不多 而且价钱便宜了 我以前去开,可能214 喂,二百多元 但他那个是选择多一点的 真是多女和多儿子 而且气氛就是 即是会是 勇约一点的 即是大家又会抄 那些女孩又不会说 即是狠狠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会的,有些女孩去到不知道做什么 又不给牌子又不知道 那些不正常人类 去到你当然要给牌子 你都给了钱的 即是,会有的 有些女孩会有社交恐惧症 会害怕人 缩下缩下,都会有的 那男也会有,女也会有 那我们就会筛选 譬如我们这些男人 拍到正常的 尽量找些没有社交恐惧的那些 有社交恐惧的那些 留给那些贝塔男去刷 即是我刷过了 刷不成功,留给他们 人世间就是这样的 即是你Alpha 你都不会吃光所有女孩 为什么呢?会选女的 那些社交恐惧留给你的贝塔 对不对? 我们要选一些正常的 大家同等级级的 不能害怕人的 勇往向前的 贴地的 对不对? 那些什么社交恐惧 离乱地的那些 留给那些贝塔 那些贝塔可能有机会攻得进 因为那些贝塔够耐性 对不对? 人世间的爱情就是这样的 所谓 人格人,百货应百贺 原理就是这样的 所以不是说Alpha大了 有时候Alpha不想吃那些女孩 真的不想追求 真的留下来 你们追求吧 一眼就知道 整个人都不正常 那你们追求吧 9个女孩 9个男孩 男孩我又没有理会 对不对? 我又不是基 我不会救男孩 我研究一些女孩 9个 坦白说 都很港女 真的很港女 我都接受到这个文化 我每次都会说到你们 有哪次不是 对不对? 我进场 见到两个女孩 一个是思思文文 都很美女 另一个是她的朋友 是一样的 一样的 但是很快 我坐下和她聊了几分钟 接着就拿电话出来 抄牌了 接着 我想应该是我最早抄牌了 整班仔在看着我 咦? 抄了 但是他们又没有什么意欲抄 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给我感觉 咦? 我抄了 你们又不抄 那可能他们是整个派对之后 才抄 但是坦白说 我玩了半个小时就走了 因为很简单 其实我的目的很简单 我玩speed dating 我都去不完 我不会虚足全场 我首先看看那九条女孩 九条女孩是什么人 以及水温如何 就是 有多少个黑面呢? 有多少个正常呢? 那我九个里面 其实就 有一个年纪很大 就不抄 接着有些黑面 有些就因为他们 有时他们很 就是他们很chill 那个party 就是好像真的朋友聊天 这样的 虽然大家都不懂 知道的 又说直接 那些 但是已经 看到某些女孩的语气 是特别大口气的 那些我就不能抄 例如 我很记得 有个男孩 问那个霸诈妹 喂 喂 你怎样来 怎样 懂得来 玩这个 meet up 那些女孩 在那里扭扭 扭扭 说 嗯 对了 一个朋友介绍 男女就不说了 这样 虽然这句 好像看似很普通 但你留心 你就知道 这些就是八婆式的说法 你说 喂 有个男孩 有个女孩 有个男孩 介绍 有多闲啊 你不说 你反而是 此地无云 其实一句这么普通的说话 当然 他不止一句这么霸诈 还有一大堆 都能显得出他霸诈 即是很七寸 那些 那些我就不会抄牌了 那些就 从说话当中 已经知道他是 一些大女人性格 那就不适合我 那最后 就好像抄了三个牌 那 都有试试他们 很简单 都是说个hi 上班时间 下班时间 下班时间 上班地点 直约的 喂 找人出来吃东西 那样 最后呢 有两个答应了 有一个呢 就 暂定 暂定 那个就 最后burn了 暂定都没有去 暂定 答应而已 可以反后 是的 即是三个电话 那 就是两个答应出来 但最后只有一个出来 就是这个姐妹 在训练 在训练 她的时候 她就说 喂 我的目标是个姐姐 来的 她带了个梅来 去训练 那时候 她就说 那个梅是她的朋友 来的 就说是朋友 其实是梅来的 小梅 不是梅 不是梅 很大声 那些昆虫 是梅来的 小梅来的 那 出来才知道 原来 她带了她的梅来 是吧 那 就三个人吃饭 结果就是 今天就是 好了 约会之前 也有些小插曲 例如 我约她 吃饭 那样 那 就是 约会时间 也不太好 最后约了某日的下午茶 某个假期的下午茶 OK 好了 那下午茶 好了 那 她竟然说了一句 那我的目标就是说了一句 放过雪茄来 连下午茶也有雪茄 我都带了雪茄 她说 喂 下午茶很不正常 这个时间 蛤 我和你 见过面 竟然下午茶这个时间是不正常的 哇 我都离奇 那我当然我没有说出来 那 但是我又没有所谓 因为我全日有空 是吧 那我说 改夜晚也可以 因为你在这个局里面 你没有约到她之前 你当一个 就是 当资料搜索这样 这样算吧 你都要先收起底牌 先收起底牌 你虽然可能你不喜欢下午茶 是吧 你 你很想下午茶 除非你真的只有那个时间 不是的话 其实是可以购买的 我没有所谓 因为刚刚才我没有所谓 那我说 那就晚上吧 他说可以了 那晚上出来 因为我目的是 引他出来 那有什么 当口多 当面说 因为 记住一件事 我玩了这么久的test game 尤其是前期的test game 人呢 是很喜欢用文字 去判断一个人的性格 那 与其是这样 那 即是你会在文字里面 产生大量的偏见 亦都有机会有大量的洗脑 好些呢 就是 你能够洗脑 洗脑 洗到它 变成你的女朋友 才出来 是吧 如果不好的话 你说话 你用字不当的话 形成大量的偏见 可能有十早词会 他问你十个问题 你有十早词会回答出去 十早词会都会产生偏见 产生偏见 产生偏见 他就不会出来 OK 所以test game 就要取得一个 最终点的 你就不能回答他 那么死的那些东西 你一定要 给他一点点空间 幻想空间 第一 幻想空间 你又不可以完全不回答他 完全不回答他 他就觉得你没有安全感 是吧 好像今次这一回 就是很有趣的 所以我才今天拿出来说 他在前期 约我 他问了我 他说很直接 他问了我两个问题 他问我有没有女朋友 那我说没有 那就是单身了一段时间 那我已经知道 他是有些事情狂想 还有这条女孩 应该是有性格的了 已经知道了 感觉到 因为 你见过面 要不像人口普查 入色审查 那样 接着呢 第二个sheet test 他问 喂 约下午茶 这个时间很奇怪 喂 我怀疑你 晚上应该 是否有第二个dating 那样 那这里我其实 有点怒 但我这么说 就是 如果你一爆他 他就不能出 那我就软转一点 我就说 不是 很直接回答他说 不是 很简短的 不是 那如果你想 晚上也可以 那又化解了 小事化 化毛了 真的 反正都不是什么 特别的事 我又不会回答他 喂 我是不是有第二个dating 其实是没有的 是他多心 那我出来 就是三口六面说 对不对 那真的有 在吃饭的时候 在谈这件事 说 为什么 喂 就是下午茶都怪 是吧 就是这件事都拿出来说 那 那 就是出来之前 他当然是迟到 是不是 那都知道虚子 那我都预认了 因为你想想 他文字上 都这么虚子 又问 又说觉得下午茶时间怪 又问我去哪里吃 去哪里吃呢 本来这个问题 好像很平常 但是通常那些虚子 就很愿意问 那我也是很愿意 回答 那我又出来 再去即庆寻间 我都预备了 九大鬼 你都没用 你都不能出来 是吧 甚至是迟到三个小时 我准备九大鬼 都是浪费我气 是吧 遇过无数虚子 是吧 所以有些东西 哎 即庆点 坐上石 是吧 又不是跟你有亲 那便出来了 是吧 我已经猜到他了 因为我当时 认识他那时候 他扔着个朋友 我已经猜到他 应该会扔着个朋友 那么麻烦 在浪费上 他出来出来 不能扔着个朋友 害怕他 害怕他 那便真的 那便 其来其来 原来 那个女孩 比较稠 是个妻子 是妻子 是她妹妹 是亲生妹妹 而她妹妹 大了肚子 结婚了 不过她姐姐 即我的目标 算是美女 即中女来说 算是美 即我见到这么多中女 当然不是很顶级那种 但一定是见到人那种 但跟她妹妹的样子 相差很远 她妹妹是妻子 好痠不够 而且她妹妹的性格 是HIGH很多 但虽然她也是HIGH 但如果相比之下 她妹妹可能会再稀少少 但你不要管 结果就是她妹妹 已经结婚了 故事 即是这样 故事 好了 三人恨 这些故事 我不止第一次发生 三人恨 在我人生之中 三人恨约会 我发生过几次 有一次 我记得三人恨 是 即晚 Kiss Close 我一条女的 都会有这些事件 今次 因为 在吃饭的过程 已经知道 这两姐妹是很保守的 出到来 她说明 即是说 找结婚对象 很尖锐 跟那两姐妹 下了去铜锣湾 喜记吃饭 喜记是OK的 最后都是AA制 我没有请她 我都说明 我不会请人 认识你 认识你 谁呢 只要手下都未拖 怎会请她 拖完手都不会请 这个世界很公平 好了 坐下 开始 开始有火法 她妹妹 开始说些很尖锐的问题 首先问我 你上一次分手 为什么要分手 一来又问这些 吃饭没多久 照答她 和平分手 因了解如分开 说完了 人世间都是这样的 然后又整个一条 她说 喂 是不是你不想结婚 哇 多难回答 然后 我和我的目标 笑了出来 哇 你妹妹的问题 真是难回答 然后她说 对啊 小心点啊 很难拆的 说错都死了 笑了出来 然后就照样说 就是 有那句说那句 我又不会说得这么死的 又不会说 我对婚姻这件事 是保持忠性的 喂 大哥 我是找不到一个 完全配合 你说完全配合的 结都结得过的 喂 但是有些 到喉不到肺的 那些 你真是拿来拍的 你明白吗 有时不是说 不想埋你这张单的问题 真是埋不过 知道那个人性 喂 很大 很大成本 香港的一局结婚 对吧 就是那个机会成本 很大 就是不想会 喂 浪费自己的蛋药 所以我都很回答她 一些很中性的答案 接着她就说 那我当然想找一个 就是 夹的伴侣 就是我不会说这么死的 伴侣也可以结婚的 也都可以不结婚的 我不会说死死了 还有初期而已 但是我想 为什么今天会拿出来说呢 就是说 喂 其实成年人的约会 其实大部分都是环绕这个问题的 很多女生就不敢直接拿出来说 但今次因为她的妹妹已经结婚了 而且是大枝夜的 一来就问这件事 一来就说这件事 一来就说这件事 当然了 我的target她也都想知道 她也有问 所以整个 整餐饭其实都很重点 她是试着我这件事 我究竟会不会买单 还有我家境 都问了 工作家境全部都问了 那就照答了 知道的 都是一些人口普查式的约会 那当然了 你普查我 那我都会普查你 对吧 也都了解到 那 那 首先看看我的target的样子 那 上了少少妆的 身材正常的 又不是肥又不是瘦 整体真的是美女 如果你说真的要说 真的是美女 但是呢 就真的 她 说得明要买单 很明显的 意识是很强的 她说我不是玩玩的 我很严谨的 我真的要结婚的 这样 当然她心中应该有很多的条件 我不知道哪些条件 我也不会理 好了 也说一下我对这些三人约会的感觉 最后都吃了一顿饭 然后就 我没有身体接触 因为知道那两个女孩是很保守的 我也不会再做任何身体接触 因为没有意思的 因为 她都 她明明是人口普查 她观察你的 那就算了 吃完一顿饭 一个小时 然后各自散了 我就这样处理了三人约会 最主要就是想说一件事 譬如 这女孩是不正常人类 你知道的 为什么叫不正常人类 第一 她觉得下午茶是奇怪 按钩的 第二 约会带自己的妹妹出来 怕人 这么想不正常 引伸的答案就是 她很害怕身体接触 是吧 就是会这样的 那你这么害怕 你混这些不正常人类 就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 不正常人类 就是 她不给你 就是她 你知道她不能碰 就不能碰了 你都预认了 这条女孩 是 应该成不了正印的了 会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知道的了 所以在试试那时候 我已经知道 这条女孩 不能碰的 不能碰的 就算多漂亮也好 都没什么用 但是不要紧要 可以出来的 就是 因为 就是 一来 对港女孩有个研究 二来 亦都 就是 对自己 看看可不可以拆备 这些 就是 这些三人行的约会 全程没什么问题的 有谈有讲的 那 亦都 再尝试约她第二次 不知道出不出来 那我不会理 而我的情感投资都是零的 因为 手仔都没拖 我说什么 那 好了 亦都可以说 我的评分标准 正常女孩的样子 不太漂亮 普通样子 我全部给一分 OK 好了 今次 女孩的样子 上妆都能见到人 身材正常 那我给2分 10分 我都是给2分 好了 喂 映宝你 你不就很厌尖 是的 那我怎么 不过我是递加上去的 我的分 我会加上去的 例如 他给拖一下 那就加多分 就是 给拖之中 再小分 如果他没有黑格 的话 拖他那时候 顺滩 那就加分 如果拖那时候 你老尾 手没什么力 那1分 就不存在了 接着 拖又加分 石又加分 总之 拖拖石 各自加3分 但拖拖石之中 都讲质素 如果没什么质素 又会 不存在 那1分 也会变回1分 2分 系统就是这样 那你加上 拖拖石 拖球 可能有5-6分 齐忍了 那你便觉得 这条女儿都是 叫做 拍得过的 起码 她正常的 身体接触 良好 不会说 好像有些网友 常常都 发电邮给我 或者有些学生 讲些案件 给我听 他自己经历那些爱情 不算正常的 那条女儿被约 约出来 真的好像拍拖 但不准备的 不准备的 不准备的 这样奇怪 我便很斩钉切切 给他 说给他 这个 这个 不是一个良好关系 可以 变成了 一个良好关系 起码 你真是 尝尝 虽然不是 每个人很 很厉害 不是说 每个男人很尝尝 或者每个女人 很多花色 但这些基本工作 基本的 一定要做 如果他抗拒的话 你老板 不用玩 那些抗拒 有时是假的 他只要拦住你 拦住你 等你 结合他 那些单 他便被你扔 那是没有意思的 那些 你就是 你老板 就是看钱分上 好了 我也都说了 我印象中 其他的三人行约会 有一次很有趣的 又是Speed Dating 式 接着 他又带了个朋友 但那次 Speed Dating 那个女生 不是喜欢我 其实对我 没什么感觉 但他刚好 有个朋友 是单身 他又好奇 想知道 Speed Dating 约出来的男生 是怎样 我相信他是这样的动机 但他是真心介绍 他的朋友给我的 但当时 我又叫做 我都黑了 验三验四 不是其实他的朋友 都可以 其实 他自己我相信 他是有儿子 但他扔着朋友 出来玩 那样 好了 另一次 就是 Kids Close 那次 如何Kids Close 就是 又是的 一开始 他自己一个 接着他说 我带了朋友 我说 没所谓 接着 去了南桂坊 喝东西 很安静 大家喝酒 接着 我的Target 又露我 那就知道 我拖着他 那他的朋友还在 还在场 因为那个环境 是很冷静的 在酒吧 就是在南桂坊附近 不就拖得 抱得 好不好 後來,我的目標都醒目了 他說,先跟我先離開 先跟影寶先離開 撕下了他的朋友 我跟他一起送他回家 因為他和我家很接近 我記得最後是Kiss Calls 我記得是這樣的 所以你說 第一次約會,尤其是三人行 其實你就要看看女兒的保守程度 他決定可不可以做Kiss Calls 譬如今次我看到的 這些都不能做 做來都浪費了 因為那些是名賣名賣 總之他看到你有錢 有車有樓 肯埋單 或者Kiss Calls 是有反應的 肯讓你拖一下 但是以我今天的表現來說 有那句說那句 我相信大部分都不適合他心碎的答案 我也無謂欺騙他 你當然可以作個答案欺騙他 他會說我是很想結婚的 我什麼都買齊了 對婚姻很大奇許 不會 我又不會這樣說 我保持忠性 這裏也順帶一提 因為有些人聽到其他人說 喂 不要再結婚了 那問我怎麼看 大家要留神 那個Alpha 叫人不要結婚的那個Alpha 因為他坐不定 你明白嗎 我都很熟悉那個Alpha 他坐不定 你別叫他結婚 當然 有些人是坐得定的 你知道嗎 譬如有些人坐慣洗字樓 那他坐得定 他真的生活可以定下來 那你 婚姻生活就適合你 但有些人很喜歡Adventure 那結婚真的未必適合他 除非你找到一條女 我都是很喜歡Adventure 那就一起玩 你有你玩,我有我玩 情況有點像炮哥炮嫂 所以婚姻這件事是中性 因為事實上也有很多人結婚 也有很多人離婚 是一場很巨大的對賭 有人白頭到老 有些人離婚數次 有些人就選擇 拍拖 或者是用一個同居方式 很多種形態 我又不會說得那麼死 因為我們人世間 擺脫不到習俗 文化與習俗 譬如香港的文化習俗 行一分一妻 一妻一夫 你說以前一夫多妻 那就是潮流 潮流就很難逆轉 有少數人可以逆轉到 但是大部份都一直轉不到這個制度 我們只能夠在這個制度裏面 即是在那裡走 在那裡遊戲 但有趣的地方 今時今日這個制度都不是硬性 雖然這個潮流 但也沒有規定你 一定要結婚才生孩子 大號碼生孩子都不能結婚 同居 有幾個 就這樣舉也有幾個 臭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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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吳若妻就是 他生孩子 但是老公 說是老公 還沒有註冊 有這樣的形態 李澤佳也是 有些人結婚 李嘉誠 李兆基的兒子結婚 是富豪 都照結 是吧 不同人的文化 不同人對結婚的觀感 所以我不會特別去改寫他們 或者改變任何人 你覺得這個局有利 你就試一下 因為婚姻本身是一個合作關係 很多人不懂計算這條數 就覺得結婚 那女兒喜歡我 但是沒有計算背後那條數 那條女兒幫不幫到你 那條女兒有沒有助力 那條女兒 整天什麼都是你做的 幫不了你 有難就自己先走了 那你就算得到 這個是負向的 如果結婚 如果我給了個Advice給大家 找個正向的 能夠合作到的關係去結 如果真的結婚 簡單來說 旺你 蘇文峰說 大協你的 旺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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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你的老婆 那就可以了 等於那些女人都會找個旺夫 旺他的老公 一樣 所以回歸主題 有些網友問我 如何處理三人痕的約會 那些約會 你可以照去的 其實認識多個朋友 沒有說 可能另一條女兒 更高水溫 你不知道 是不是 還有他們會 起那場約會之後 評價你的 兩條女一起評價你的 如果你處理得好 是非常之高分的 譬如剛才那場約會 他全程都說我很冷靜 他都說 我沒見過那些男生這麼冷靜 你也很冷靜 我心想 你見得是 你約約約 我心裡那句 當然是 你約會約得少 下午茶都覺得奇怪 我心想 我已經知道他約很少人 他有拍過拖 但是應該對陌生人約會來說 就很少 應該投過幾次試 他不熟 在陌生人的環境去認識別人 就會產生這些垃圾書 連下午茶都覺得怪 其實實情 我自己覺得 就不是下午茶怪 而是他下午不能有空 然後就說我怪 然後晚上才出來 我覺得就是這樣 然後吃飯也有說 他說為什麼你會覺得下午茶怪 然後他說 很坦白說 我覺得你約我出來 你文字都不多一句 我覺得你沒有誠意 所以我也有些考慮 這女兒很可愛 雖然說考慮了 然後她又盛讚我 但我又很欣賞 你又直接穿出來 又不多說話 這種方式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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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重矛盾 這種感覺我不是第一次有 很多時候都有 很簡單的 我直接跟她說 我不相信文字可以戀愛 文字是可以很虛假的 你說話也可以虛假 但你約到出來 但是你起碼 你多一個標準 你看到她的表情 看到她真實的感覺 眼圓 這些是不能騙的 還有文字是有巨大的偏見 我節目開始說了 我為了排除這些巨大的偏見 不如先約出來 你約出來 你見到一個人 嘩 就是 你會調整那個偏見 譬如女兒漂亮一點 你的偏見也少一點 兒子漂亮一點 哎呀算呀算呀 那些偏見不存在的 是這樣的 所以 神早知 我亦都告訴她這個道理 她也接受了 但是她說 哭茶就沒什麼誠意 晚上的 正常來說 所以這個世界上 是很多不正常的mindset 不正常的人類 有一點廣東的故事 雖然三人行 她的妹妹結婚 三人兒子 而她又覺得哭茶不正常 她的妹妹又覺得沒什麼 那就見到不正常人類 那就導致你今天單身 中女 當然我已經不可以笑她 我也坐在一台 痴痴呆坐在一台 但見到她的妹妹 雖然是虧一點的 但是 想一些東西都是貼地一點的 下午茶就下午茶 下午茶 下午茶便下午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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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怕吃下午茶 所以很簡單 一個人要拍拖 結婚也好 真的 不要說鹽 鹽東 鹽西 沒有用的 你再鹽 時間都這樣過 反而很貼地 那些已經達了陣 那個女生 那個target的女生 都說了一件事 她說 為何她說我沒有誠意 她說我WhatsApp 不是太說話 我給大家看過那些訊息 我真的不說話 直接約的 那她說 現在不是的 很多男生都聊一段 才約出來 我都習慣了 但是想想想 其實都不是這麼正常的 說了些暗昧的事 出來又不是那種感覺 然後我誠誓而上 我說就是了 有什麼用的 我打文字 打千字文 浪費我一小時打千字文 我不如出來談 出來見到那些真人 那千字文 我一分鐘都說了 即是已經分到 不正常人類和正常人類的分野 正常人類就是實事求是的 不正常人類就 要說到一些東西好難未好 其實那一招不是不行的 尤其是對著不正常人類 是好難行的 不是那1.8億是怎麼 怎麼困出來的 就是有些聰明人 看通這件事 嘩 現在這世代 喜歡玩些不正常人類的 喜歡玩浪漫 大量文字傳出去 I miss you I love you 專欠字像 最近有新聞 已經賣了 那些人 那些騙徒專欠字像 來欠 Miss you 然後叫你去買些什麼產品 什麼東西 那這些便不貼地 這些便是弱智 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有這個文字 WhatsApp年代 是快了方便了 但人又變得不正常 明明是簡簡單單 你知道我那些簡單的東西便約了出來 最傳統的方式 尤其是被人說沒有誠意 尤其是 我也浪費了時間出來 所以你看到她那種港女的性格 當然 這種港女的想法 或者性格 我見過無數次 所以我亦都不會責怪她 亦都不會狠批她 所以你看到我的火器都收了 也不會說 哎呀 尤其是死港女 我又不會 我又不會留馬車上身 我又不會龍心上身 我還會覺得 這是一個文化 只不過是知道她這個女生的質地 若我是這樣 那我不能改寫的 我亦都不能勉強 那只不過是 喂 約了出來 舒服便舒服 是吧 即是機會我就下放了給她 她不要便不要 我便收回 是吧 即是 我亦都有那個投資表 即是那個水溫表 我看著那個水溫來做 即是她拖籃石插球 我去到哪裡 我便下多少水溫 即是我不是一個無情的人 我有情 即是要我投放感情之下 要我怎樣才投放感情呢 就是 你真的要跟我很親密 你跟我非親非故 我真的很同 你叫我怎樣給你水溫 但香港女生不是的 要你放大量的誠意 一大堆東西下去 通常都是錢 所謂的誠意 這樣她才會讓你觸碰一下 下方 她身體的某些部分讓你觸碰 這就是一些古惑的東西 好了 今天說到這裡 如果外情有很多問題 阻力的可以電郵給我 想玩Day Game Night Game也可以 多謝收聽